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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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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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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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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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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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裴大人 我来吧 您先喝药 有劳先生了 小民误读军机药系 请您数据 郎中言重了 此信是写给欧阳倩的 也许全贵州的百姓 都会知晓信中内容 又怎能算是军机药信呢 小民愚钝 不知裴大人是何用意 你是何人 胆敢乱闯军营 我是驻守当地的校尉 有急事要见裴都督 老师 此人自称是校尉 非要见您 老夫已经听到了 裴都督 您来了就好了 不知朝廷拨了多少军吗 郎中 这封信老你让子高立刻送去 是 都督准备何时发兵 将军请起 老夫是来平息战乱的 而不是挑起兵戈之争 不剿灭了他们 怎么平息战乱 刚才那封信是写给欧阳倩的 希望他能带兵投降 指望他投降 这比登天还难 老夫还想请校尉做件事情 都督请讲 明日请校尉将军粮运到城中 发给百姓 发军粮 那要是辽民来领呢 也给 裴都督 属末将不能听命 这封是瑶州来信 贵州战乱影响甚狂 逃出去的难民都要和其他地方的百姓 征粮食吃了 裴都督 末将会取印粮食的 有劳效尉了 可您有没有想过 欧阳倩要是不投降呢 您是想逃得法 大听清楚了 明天是要发粮 还是发军粮 首领 这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您都看了好几遍了 信上说造反得祸 归安得福 就是让咱们投降 投降 他们吃了那么多亏 会让咱们投降吗 明天你和我去一趟 去做什么 领粮 都督 只剩两袋大米了 再去运一些来吧 不能让百姓空手而归 是 阿段 都督 这二人看模样是辽民 我将怀疑 草民见过裴大人 不必多礼 不知这位百姓 为何事来见老夫 不得无力 你先去运粮吧 百姓们还等着呢 这 祖命 裴大人 校尉是担心我们 是造反的撩人吗 校尉也是未保周全 无力之处还请见谅 就是瞧不起我们吗 阿段 不得胡言 快向裴大人道歉 对不起 小人多有冒犯 对不住了大人 还不知两位有什么地方需要老夫帮助 裴大人 我们是辽人 怕领不到粮食 只好来求您 不必担心 任何人都可以领粮 老夫带二位去 怎么 还有别的事情 裴大人 您来贵州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老夫是来调解辽民 与朝廷的矛盾 平息战乱 尚不辜负朝廷的信任 下不愧对百姓的期待 两位请 老夫带你们去领粮 都督 他 他 老夫知道 不行 他不能为朝安 欧阳倩有心投降 这可是安定贵州的好机会 都督 您就这么信他 别忘了 他可从您这里骗走了两袋粮食啊 说好了 这粮食 汉人 辽人都可以领 他来领粮食 又怎么能说是骗呢 而且这欧阳倩举止得体 不像是背信弃义之辈 反正他就是不能为朝安 校尾是有其他顾虑 裴都督 末将信不过欧阳倩 万一你有个不测军心大乱啊 老师 学生也觉得欧阳倩是在使诈 如果他真想投降 为何不来营中 而是叫您进山 因为他也信不过咱们 所以这次谈判至关重要 可一旦出了差错 您安危难保啊 裴大人 药再不喝就凉了 该喝药了 有劳先生了 小民觉得这人和药一样 是药三分毒 可煮出来也能救人命啊 赵兄弟请留步 明日谈判 你也担心欧阳倩会使诈 我答应过师母 一定要保住老师的安危啊 那好 你我不如 阿段 你还是信不过裴大人 非要带兵埋伏 我不拦你 但要记住 敌不动 我不动 都督 我没猜错 欧阳倩一早就埋伏伤了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来和都督说 禀都督 我等在林中等候命令 遇见了辽匪 赵大人的 也被绑了 什么 那欧阳倩呢 都督 被打散的弟兄们 可都还没找回来呢 想那欧阳倩 肯定早就回去笑话咱们了 这也许有什么误会 派人去打听一下消息 都督 没有误会 欧阳倩说了 不谈判了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都督 寻人的队伍回来了 找回了多少 将近半数被俘 十余人受伤 好在无人丧命 都督 发兵吧 一旦发兵 就是一场持久战 都督 末将说句犯上的话 如果没有招安一事 这场仗早就打完了 而且赵兄弟也不会 裴大人 事到如今 小民觉得校尉的话 也不是毫无道理 都督 将士们就跪在外面 请战呢 末将知道您仁义 但也不该 冷了将士们的心 小魏 这些你拿去 都督 您这是干嘛 凭老夫的官印 军印 可调动营中人马 如若日落时 老夫还未回来 校尉可自行定夺 都督 末将可没有二心 老夫相信校尉 老夫还想请校尉 答应老夫一事 日落之前 全军留守军营 都督 您的命令 末将岂敢不从 可您到底要做什么呀 老夫要亲自去 见一见欧阳倩 澄清误会 化解矛盾 辽匪残忍 无信 您去了 就是白白送命啊 老夫相信 忠信正弃 可以通神 又何况是人呢 欧阳首领亲起 天下百姓 揭脱国家之福 耕田务农 孝亲中军 故本无藩汉之别 而贵州地处偏远 难免衣食不周 生活不济 裴某 眼见百姓 无田地耕种 无市集交易 心中焦急万分 更恐战火无情 裴某虽不才 但为当地百姓的 和平安康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招安一事 却为真心诚意 无奈手下糊涂 难免节外生枝 裴某特倾斜此信 略背薄礼 以示诚意 还望能与欧阳首领 面谈 澄清误会 首领 那个什么大人 竟然还敢来 这信怎么又翻出来了 这是裴大人写的第二封信 都带兵埋伏咱们了 写多少信都没用 好了 你不也是带着兄弟们 候在那里吗 那 那不一样 你一个人去 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你呀你 想事情永远是一根筋 我问你 营外站了几个人 那个大人 还有一个人 就俩人 你确定 没人在暗处埋伏 这个我敢打保票 就两个人 凭两个人就敢上山送信 还要见我 难道 他们就不知道 危险二字 首领 你可不能因为那两封信 就信了他们呀 此事 我自有打算 不过裴大人表现了诚意 还送了礼 咱们也得回礼 裴大人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 郎中 老夫留下就行 你还是回去吧 小明可是答应过裴夫人的 要照顾好您的 可是先生 老师 是学生连累了您 子高 您受伤了吗 裴大人 您的信我看了 礼我也收下了 您带走您的学生 这礼我也就还清了 欧阳首领 此事实属误会 还望欧阳首领 能够听老夫解释 裴大人 您先是写信 呈昭安是福 随后又派兵埋伏 如今又写信 趁愿意带来和平 我实在不知道 还能不能信您 欧阳首领 请听老夫一言 老夫初来贵州 便看到百姓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所以老夫写信 给欧阳首领 以示祸福 也是为了能够和平 化解这次纷争 不再让无辜百姓 受战乱之苦 不曾想 老夫这学生一时糊涂 为保老夫安危 私自行事 正所谓 叫不言 失之功 老夫向你赔罪了 裴大人 我看得出 您是个好人 快快起身 但其他人 可不是都能像您一样 不顾私利 把天下安危 放在心里 战火延绵数月 将士们流血牺牲 无辜百姓 家破人亡 老夫相信欧阳首领 也是不愿意看到这些 裴大人 您错了 这些不是我想看到的 而是你们逼我看到的 若不是当地官吏 欺民八市 我们又为何要放下锄头 拿起这些伤人的工具呢 若此言属实 老夫可上奏朝廷 严惩不良恶力 老夫保证 一定会让贵州的百姓们 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裴大人 您就不怕 为自己惹来麻烦 不嫌弃我们是 是撩人 欧阳首领 天下百姓 本无翻汗之别 老夫说道做道 首领 裴大人不嫌弃咱们 还来向咱们道歉 我觉得他没骗咱们 裴大人 您若真能帮我们 我愿意带着兄弟们投降 归还一切财物 欧阳首领请放心 老夫一定让大家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 阿段 快去让兄弟们 把好吃好喝的都端出来 不必了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太阳快落山了 来人 把这反贼拿下 校尉且慢 你我之间可还有个承诺呢 欧阳倩一伙确实已经投降 并答应归还财物 都督 您的大仁大义 下官佩服 下官也不会出尔反尔 做个无耻小人 反令下去 迎接都督回营 是 老师 郎中说 您今儿受了风寒 还是喝点药保险 欧阳倩他们都安置好了 老师放心 都睡下了 你帮老夫给朱大人写封信 告诉他老夫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 是 老师 也给你师母写封信了 让他别太担心 您快喝药吧 都凉了 陪怀谷 以恩信抚民 为南岭地区带来了安定 后历任多职 所到之处 接受百姓官吏的敬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